新主席市議會新科議員報到 主持人張祖言上台主持 要選出接下來的議長副議長 不過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時代力量的三位新科議員 臨時上台開始宣布 他們的政治理念 最後被議會人員請下來 政府議長選舉才順利進行 不過議會就職典禮結束 時代力量也在議會外面 召開記者會 說明他們剛剛的舉動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應該要嚴厲的譴責他這樣的行為 那我們也希望將來這個議會 應該是大家可以坐下來 好好討論事情的地方 而不是動輒就是要動用強制力 來把我們驅趕走 所以在這個地方做嚴厲的譴責 所以未來提案 我們也會集體做出一個提案 那當然要四個人以後才能送上去 所以我們會努力的尋求各位支持 我相信我們帶來的進步改革的力量 一定會吸引到一些議員的認同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慢慢的去滾動 這個議會去做一個改革 時代力量新科議員衝上台 最後被主持人張主言動用議會警察請下來 新科議長許修睿則是表示希望議員們 還是要按照議會規則來 形勢太莽撞對市民來說不見得是好事 未來我們議會因為有新的型態 也有很多新興的政黨來加入我們議會 那當然我也代表新竹市議會歡迎他們 但是在這裡也希望他們能夠遵守議事規則 不要認為自己很年輕 敢衝撞 但是破壞了整個議事的規則 我覺得這樣對我們新竹市議會反而是一個傷害 對百姓來說對市民來說也不見得是福祉 這次新竹市議會有許多的新聯孔加入 包括時代力量的三位議員 還有綠黨五黨籍的議員加入 讓整個議會變得氣象一新 開破新竹林彥斌採訪報導